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最近两三个月把之前的亏损有所弥补回来 大家能听见声音吗 因为我现在是在家里给大家做网课 现在人数很多 虽然已经是两三个星期没做网课 但是大家人数还是这么多非常积极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直播 所以说以后每周三晚上我们会有两个人的一个直播 就是能看视频通过微信的直播 那么会有思想和经验交流以及碰撞 比较激烈啊 大家反响也不错 所以说有时间的话 那么周三晚上也可以观看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饭后的小节目 供大家多一点的娱乐方式和休闲方式 还是从风险提示开始啊 我们也看到了今年呢 金融交易风险是比较大的 那么还好啊 现在股市都已经回来的比较多 那么往后怎么走 大家也看到了今天呢像澳洲股市是有所回调 银行股呢普遍下跌4%到5% 给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回调的幅度啊 不是很大 但是呢也给了新的人一个进场的空间 那么美国股市呢在前天创出了历史新高 这个是非常的夸张 我个人觉得呢是正常的 但是有点太快了 就跟两个人啊 刚见面一见钟情是一样的 你还没了解对方的 结果蹭蹭蹭 哎到最后一步了要结婚 那么婚姻后能不能稳定啊 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如果呢结婚前我们三年五年相处下来 哎没问题了 大家都熟悉了 那么三年结婚五年结婚 哎这个是挺好的 所以说呢美股在短期内 暴涨 又会给市场带来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 就是信心不足啊 大家觉得未来呢可能不能支撑那么久 有可能会闹离婚啊 所以说呢因为不太熟悉 很多刚刚进入这个市场的人 像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啊 第一次进入这个市场的人 吃到了螃蟹 尝到了甜头 他们无所畏惧啊 不惧怕这个市场没有任何的敬畏之心 那么在六月份之后可能会 潜在亏损的概率就会加大 因为我们看到的像巴菲特这种人 在六月份五月份是没有赚到钱的 他们在三月份四月份很多机构严重亏损 最后呢被迫平仓离场 到四月份的时候 进场最多的是散户 什么市场能让散户赚钱 那么就是啊 让大家涨一涨啊 韭菜要涨一涨才能割啊 所以说我认为呢 大家要继续警惕啊 虽然现在的市场呢 还比较高位 那我们就要做出一些仓位上调整 啊 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听见声音 那么仓位上怎么调整呢 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些以前我们很少关注的一个行业啊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到 那么资金方面啊 也不说了啊 大家基本都比较熟悉了 呃 购买时呢也不可能跑路 跑路了呢也不会把大家的钱带走 为什么呢 因为钱是放在偷碗银行里面的啊 澳洲的银行呢 是不允许我们去挪用客户的资金 也没有权限挪用 就比方说啊 您先生啊 和这个比方先生和太太啊 先生想要动太太的钱 跟银行说 哎 我是他先生啊 那银行肯定不放呢 对吧 不放款 那么在澳洲呢 啊 公司和客户的资金也是一样的 完全分开的 任何人都没有权限去动用第三者啊 另外一个人的资金 所以说安全方面呢 大家无需担心 那么个人方面大家比较熟悉了 啊 像我的这个老师呢 已经退休了啊 现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咨询他了 因为他现在对市场也看不懂啊 觉得已经非常crazy 疯狂的一个市场 那么人性在市场面前 在股票市场上表现的就非常的夸张啊 那么平时呢 我们在家里脾气暴躁一点没关系 但是在股票市场上 金融市场上 如果是脾气比较暴躁的话 啊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经常打脸啊 刚刚止损 结果呢 板降又上去了 所以亏损会比较多 那么金融市场上 对什么样的人比较有优势呢 就是对性格沉稳一点 那我们亏钱赚钱呢 看得淡一点 心淡如水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绪呢 才会让我们时刻保持清醒 一个理性的判断能力啊 对吧 相信大家是比较认可的 那么如果是大家谁啊 我再强调一下啊 咱们影响了睡觉 影响了休息 那么我认为这个交易 或者是外汇交易 或者是黄金交易 咱们就应该停一停啊 或者是休息休息 不能说是24小时 不睡觉的去盯着 那么我也有一些少量的客户呢 因为资金啊 比较大 或者是呢 关注度比较高 或者是持仓的数量比较高 那么一天晚上波动几万块啊 心惊肉跳的 那晚上睡不好觉 这个是不可取的啊 咱们又不是说靠他 想要今天赚两万 明天赚两万 何必呢 我们今天交易啊 有个几千块 几百块的波动 就很开心了 人要知足才能常乐 如果是欲望一直这么高的话 任何市场呢 我们都是一个投机的行为 那我们可以连续对10次20次 但是第30次的时候 如果我们错了 那我们可能就亏得很惨 像我自己啊 石油的上面亏得很惨 那么之前比特币亏得很惨 大家呢 要引以为鉴啊 就是说我们钱赚的都不容易 大家呢 要适量而行 量力而行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就简单的先 主要还是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新的一个行业啊 那么这个行业是电商 在此之前呢 还是简单的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推出 推荐了一些像黄金和黄金股票啊 那么今天的走势还是不错的 今天所有澳洲股票都在跌啊 只有黄金和黄金股是在上涨的 那么 之前呢 也是给大家说了 这个 我们为什么走到了 社会走到了今天啊 其实呢 很客观的理由啊 咱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欲望的这个透支者啊 包括做金融的人 其实我们一直很内疚 做金融是什么意思呢 金融就是拿未来的钱 到今天来消费 是不是 我们买房子 做贷款 然后呢 发行债券 投资股票 全部都是把未来搬到了现在 去消费 我们消费和透支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孩子的孩子那一代 所以说呢 人类发明的这些东西 看起来很美好 其实呢 风险很大 我们在消费了那么多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能力创造出相应的一个财富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社会啊 就是一个不太完善的 它不是靠我们劳动创造出来的 它是靠资本叠加创造出来 包括我们的房价上涨 你说房价上涨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财富 我们想一下 我们买房投资 咱们华人比较喜欢买房 那我们把钱那么多的钱投到了房产上 如果我们华人比方说手里有两套投资房 你投资的资金呢 至少要在四五十万欧币 那么四五十万欧币的话 大概是两三百万人民币 那如果我们有这个资金 我们去自己开一家企业 我们去创造一些财富 你认为开一家企业创造财富 对社会的贡献大 还是说我就买两个房子 投资房放在那 什么也不做 对社会的贡献大 肯定是开企业 或者是招工人啊 招员工去开发 创造一些东西 对社会的生产力影响更大 对社会的进步越好 但是呢 我们偏偏选择了买在房子 放在那什么也不管 什么也不做 让这个房子帮助我们赚钱 但事实上这样对社会的一个压力 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我认为呢 社会的游戏规则呢 这样制定下来 对很多人是不太公平的 对整个社会的进程 也是有一些不太有利的 但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的规则就是这么定的 那么社会财富总的资产的一个增加 势必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上涨 所以我们会选择风险比较低的一些房产投资 这是合理的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下 我们做出的一个最优的一个判断 很多人呢 在20年前 15年前 30年前 把这个北上广 或者是一线城市的房子卖了去创业 结果后面累死累活 一年赚100万 现在还不如房子涨得多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我们做出的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 做出一个最优化的选择 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 所有资金 比业家去投机的 或者说是偷懒的一些投资行为 就是买房产就是偷懒 那么以后呢 可能会面临一些比较重大的压力 因为社会呢 是被迫做出转型 我们如果是翻开历史书啊 看以前的宋代 以前的明朝 以前的清朝 包括再往前看啊 南北清朝啊 往前看 那么历朝历代 如果是发生重大社会动荡之前 都是产生了巨大的金融危机 民不聊生 才会产生动荡 如果大家都是歌舞升平的话 是没有社会动荡的 大家呢 都是开开心心的 在家里 带孩子 对吧 开开心心的去上班 开心心去旅游 那么当社会分配 财富不均的时候 我们上升无望 那么现在很多人 一年就是几万块 澳洲还能好一点 大家平均四五万 那么在中国的话 他收入是严重不平等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看不到上升空间 那么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就会增加 所以呢 他一般不是从下而上的一个 被迫的啊 对社会的一个 逼迫式的改革 那么这样的改革 就像美国现在发生的 他并不是对黑人的一个 种族情绪的一个释放 他也是同时对白人社会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这种释放的不会轻易的结束 所以说 之前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商增 我们的社会的 是由有序到无序 这个无序的过程呢 会比较长 但为什么股票 可以现在上涨呢 那么就是钱变多了嘛 那么买股票的人 都是聪明的人啊 大家这个钱 总要去个地方 那么澳洲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4月29号 做出了一系列的推荐 那么当时呢 我们做了一个表啊 4月29号很多价跌幅 在80%的股票 我们说只要不倒闭 那么大家都可以去买 像FlyCenter我就买了 那么4月29号是10块钱 我买入的时候是11块钱 那么现在呢 今天是15块钱 昨天是17块钱 所以说呢 5-60%的涨幅 那么像ALJ呢 是做什么呢 ALJ呢 是做这个主题公园的 Webjet是做什么呢 大家比较熟悉 Webjet Web 那么就是做航空酒店 度假套餐的 那么SXSL 就是娱乐类的公司 广播 数字电视 Turban Cross Media Group 那么这些公司呢 在现在能不能碰的 我是不建议碰的 那么在今天 有所下跌 FlyCenter下跌幅度比较大 其实呢 也就是意味着 疫情呢 在澳洲 我认为短期内 还不太可能完全结束 像上周六 咱们不是有一个游行吗 游行的时候呢 有人感染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 那么这样的一下 就完蛋了 游行那么多人 其中已经有人 被检案出来 是有感染的 那么后面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要注意 澳洲的复苏呢 可能会继续延后 那么因此呢 今天的股市下跌 以FlyCenter为主的 下跌幅度比较大 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呢 短期内 我就不建议大家 去碰这种了 那么这个呢 底下是我买入的 因为我们是不允许 在本公司买入股票 那么FlyCenter呢 我是11块06毛 买入了5月25号 买入的 FlyCenter股票 就是买的不多 但是呢 都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买的银行股 NAV NAB是在CommonSack买的 就是我哪都有股票账户 我哪都有交易账户 我可能有二三十个交易账户 在不同的公司里面 那么1500股 当时是 我不知道今天多少钱 我没看 今天应该是跌了 百分之四点几 我记得 昨天是赚的比较多 那么16块8毛5买的 价格也不是很好 那么也是跟着 麦克的这个图形 左边这个图形 他说所有板块都已经起飞了 只有银行股 还在后面磨磨蹭蹭 那么银行股呢 在突破这个维加速通道之后呢 我们也是买入了一些 那么这样的一个 右边突破买入的风险比较低 但是赚的会比较少 所以说到今天呢 可能我买个五万块钱 那么大概也就赚个六七千块钱 百分之十二左右的一个涨幅 所以说赚的不多 因为最低点呢 到现在可能赚百分二十五 但是我们如果是做 维加斯通道突破以上的上涨呢 我们可能只能赚其中的一半 但是突破有个好处啊 就是证明它向上的趋势 已经开始打开了 所以说风险会比较低 那么这个呢 就是对前段时间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个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因为最近讲座太多了 办的 那么可能有很多人已经看过了 就是疫情导致经济下滑 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导致我们的预期下降 幸福指数下降 受为矛盾激增 所以说呢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这个恶性循环呢 我们现在是改变不了的 政府呢 一直是希望通过外力来打破它 这个外力呢 就是印钱 那么简单直白粗暴 但是好不好用呢 好用 虽然以前有人说 没有这个钱办不成的事 那么政府呢 也是比较偷懒啊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我认为呢 长期看是不健康的 但是哪怕长期看不健康 不停的印钱 但是呢 没办法 政府呢 也是人 他们不希望自己在任的时候 一臭万年 他们希望自己能留一个好的名声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了各国政府呢 频频 量化宽松 像美国 现在印的钱很多 欧洲印的很多 那么澳洲印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看到汇率上 澳元呢 现在比较强势 美元比较弱势 欧元呢 在中间 那么中国印了多少钱呢 中国据说印的钱呢 是美国加上欧洲的总量 所以呢 以前呢 我们说个人的财富 咱们假设家里有十万块钱 每年的赚 百分之三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要跑赢 通货膨胀 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呢 我们政府印了 百分之五十的钱 出来 啊 为什么要印百分之五十呢 是因为疫情刚来的时候啊 市场上是一块饼干 啊 这么大小的资金盘 一块饼干 那么在疫情来的时候呢 大家纷纷把钱从银行里 从社会上 拿回家 啊 存在家里 这个时候呢 市场上流通的资金呢 就从一块饼干 变成了半块饼干 啊 因为那半块被大家吃到肚子里了 放在家里了 那么之后呢 政府一看 哎 市场上的钱没有了 没有流动性了 那么我们就要印钱 那么印多少呢 我就要把饼干给堵齐了 跟原来一样 或者再多一点 这样能给大家信心啊 那么就夸夸夸 印了半个饼干出来了 那么大家一看市场上的钱 哎 又变成原来那么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普通人呢 就会发现 哎 市场还是好好的啊 没有出现很大的一个 这个夸张性的倒闭啊 破产潮 还好 还好 能接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家里的钱 赶紧拿出来 再去投资买股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市场上一块饼干 突然又变成了一块半的饼干 多了半块 但是呢 这个时候 这半块就会永远的存在市场上 所以呢 我们的购买力 今年将会下跌 或者是加上明年 至少会下跌 20%到50% 那么我们的 守住财富的盈利能力 就远远不是3%那么少了 而是我们要跑赢 通货膨胀 将来就是20%到50% 那么这半年的话 这两个月 目前股票市场上给大家回报率 我相信如果是在新客户运气好的话 现在已经是30%以上的收入了 那么好一些的可能已经是翻倍了 那么之前我们的老客户跟我们一样是受到了损失 那目前损失应该是已经缩小了很多 所以说呢 总量今年的亏损呢 应该是不会超过 不会再超过50%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失业率啊 失业率目前呢 我们很多政府已经是闭口不谈了 因为呢 会引发社会动荡 我相信呢 上大街上去游行的人 很大一分程度上呢 是最近没钱花了 也没有班上的人 啊 我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是人性嘛 那么 再一个就是 未来的失业问题和就业问题 依旧比较惨淡啊 从好几 好几个月以前我就说了 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未来的年轻人呢 嗯 没有收入之后呢 他们手里的资金啊 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 因为没有储蓄 总不能一直啃老吧 所以说呢 未来会越来越严峻 而未来怎么解决呢 没有太好的办法 我们现在印的钱呢 其实是透支了 未来的一个消费力 对吧 未来的钱就更不值钱了 假设政府今年 印了50%的钱出来 但是呢 到明年 我们感觉不出来 但是两年后 我们是必然能感觉出来的 而那个时候 我们的工资水平 不可能涨50% 但是社会上的物价 可能也涨了 已经涨了50% 尤其是粮食 这种基础设施的价格 粮食 还有电 还有气 煤气 这些是必然要涨的 为什么这个 香港首富 叫谁来着 我突然忘了 香港首富 李嘉诚同志 那么撤出香港楼市 撤出大陆楼市 然后跑到英国 去买了一堆民生企业 他是非常有钱 沾性眼光的 他买了一堆 天然气的企业 还买了一些红酒 那么这些呢 都是民生企业 就是说 大家心情好不好 都要喝点红酒 所以说这些东西 未来是必然涨价的 涨价的 那么粮食 在巴菲特手里 和李嘉诚这些人手里 那么在三四年前 就已经开始布局 粮食行业了 未来呢 粮食从5块涨到10块 我们还要去买 从10块涨到20 我们也要去买 但是粮食的一个 价格上涨 我们感觉不出来太明显 因为价格太低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未来将会在底层的 一些购买上面 会实现一个 物价水平的翻倍 那么就会对 整个社会的压力 增加 那么讲到这儿呢 就会引到这个 很火的地摊经济 那么以及呢 今天的重点初 推荐的一些 这个电商类的股票 那么电商类的股票 像麦克他总说 商业地产 或者是投资一些 地产类的RAID 或者是一些 类似于基金 一些股票 但我个人认为啊 这些地产类的 包括这个 Chesson Chesson的母公司 那么都是在澳洲 我们这里可以交易的 一些地产类的股票 但我认为不好 商业类的股票 我认为不好 地产类的 我也认为不好 那么 与其投资 未来经济复苏 或者是未来消费力 增加的 我认为最好的 还是电商 那么我也一直在 关注电商 这么多年了 从17年到现在 三年时间 真正是见证了 亚马逊的成长 那么现在 我们知道 中国地摊经济 不管是 小企业主也好 或者对 购买的商家 或者消费者也好 都是一个 消费性的行为 那么唯一对 阿里巴巴集团 是一个利好 因为你摆地摊 你要进货 所以说 阿里巴巴的 成交量会激增 阿里巴巴的利润 也会激增 那么物流的 利润也会激增 那么物流 中国的物流 也是阿里巴巴旗下 所以说 我重点推荐的是 阿里巴巴 而亚马逊的 适应率目前是72倍 阿里巴巴只有30多倍 所以 我认为 阿里是被低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阿里巴巴会跑到香港 再次上市 就是因为香港 给的估值更高 那么 阿里的 中国阿里巴巴的利润 净利润率 也是要超过亚马逊的 所以说 这样来看 如果是 都是老外的公司 那么阿里巴巴 至少要比 现在的价格 翻一倍 如果都是老外的公司 那么就是因为 它是中国人的公司 做的是中国市场 是主要市场 所以那老外给的估值 就会降低 但我认为 在未来的时候 如果资金呢 始终是要选择一个 垄断行业 有增长潜力的 科技公司 并且呢 它本身 是有能 盈利能力的 那么必然 就是阿里巴巴了 那么我前段时间 也做了一个股评啊 今天晚上 没有带过来放在公司里了 所以说呢 大家也可以 给我们的小助手 要一下电商类的 一个股评报告 那么其中呢 就是这几家 在我们这里 可以交易的 六家公司的一个对比 第一家是 一倍亚马逊 美国上市的 一倍呢 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 很多人在下面 卖东西 买东西 像我们有很多客户 是一倍上的卖家 亚马逊 是大的 卖家 那么阿里巴巴 京东 大家也比较熟悉 澳洲本土的呢 是Kogan和JB Hi-Fi Kogan呢 是做什么的呢 啊 它成长速度很快 这个呢 就是Kogan的一个网页 啊 Kogan的一个网页 一般呢 我们怎么去研究电商呢 我们是这么研究的啊 电商呢 我们首先 探探卖的东西啊 我们比较几个主流的产品 像Kogan和JB Hi-Fi 都是澳大利亚的啊 那我们就要比较 什么东西呢 啊 我右上角 电脑右上角啊 有一个叫Google Rank 啊 这个东西 大家听不懂 没关系 我点一下呢 它会出来一个表 啊 大家应该能看到啊 右边有一个表 它这个表呢 就是啊 叫 Vizits Overtime 就是浏览人数 那么在2019年12月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浏览JB Hi-Fi的人数呢 每个月是啊 1700万 这是澳洲人啊 1700万人去浏览JB Hi-Fi 那么到了1月份的时候呢 降低成了1100万 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是12月是圣诞节 大家放假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是1月份开始啊 这个澳洲就开始大火了 已经出现疫情了 大家就消费力下降了 那么到2月和3月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购买力下降了非常厉害 之前呢 是1700万人 现在呢 变成900万人 基本上降低了一半啊 就是浏览JB Hi-Fi官网的人 降低了一半 这就证明澳洲的消费力是下降的非常厉害 至少是下降低了50%以上啊 这个是浏览人数就降低了这么多 那么购买的人数降低的就会更多 那么我们看到4月份疫情呢 稍微有一些好转了啊 那么大家呢 开始再继续买东西了 对不对 那么3月到4月 从1000万人增长到了1300万人 那么如果正常的话 我们看到的股价应该也是在4月份 至少要比3月份上涨30%啊 那么JB Hi-Fi 它本身呢 这种公司啊非常好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能知道它的财报 我们就根据每个月的数据 我们就能推算出来 它每个月的一个经营状况 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百分比 100个人浏览这个网页 会有20个人啊 想要下单 会有最终会有4到5个人 最终下单啊 这是一个比例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了 这样的一个电商行业中的一个比例之后呢 我们就很容易去推算出来 那么JB Hi-Fi最终的一个股价走势情况啊 我们验证一下 我没有看啊 因为我没有买这个股票 看一下它是不是4月份呢 啊 有所上升 上升了30% 那么在4月份啊 大家看一下3月27号是最低点 是24块2毛9 25块 25块钱 这是4月初 3月25号啊 左边3月25号 那么到4月份 我们刚刚说到4月份的数据呢 是增加了30%啊 我们看一下25 涨30%是多少 应该是31块钱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4月份到了31块钱以上 那么4月份呢 很明显啊 是到了33块钱 34块钱 啊 5月份呢 已经是35块钱以上了 那么到6月份是40块钱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呢 是增加了30% 那么5月份呢 是开始下跌了啊 那我们认为在短期内的一个消费需求就已经释放掉了 就是我们总说呢 疫情之后啊 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性的消费 那么我认为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在5月份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5月份浏览JPHiFi的人已经开始下降了 并且下降的速度很快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通过JPHiFi这一个简单的数据 我们能看到背后的澳洲消费力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一倍 澳洲一倍啊 澳洲一倍呢 也是有所下降 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 是6600万啊 那么到今年的2月份疫情呢 是5800万 下降了差不多是1000万啊 6800万到5800万下降了1000万浏览人次 那么到3月份和4月份呢 也是开始大幅增加 回到了疫情前 这也要证明它的股价呢 基本上也要回到疫情前 因为对这种公司来讲 它没有什么成本的 对吧 电商是没有什么运营成本的 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的市值 公司的股价市值 和浏览该网站的人数成正比 这个我相信大家很好理解 一定是成正比的 你浏览这个电商网站的人数上涨 那么最终股价一定上涨 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 浏览人数达到了6900万 那么在12月的时候 是6800万 也就是在4月份 已经是回到了疫情前 我们看一下 4月份一倍的股票 是不是回到了疫情前 好的 这个呢就是一倍的股票 那么疫情前的最高点是38块钱 这个是3月4号 最高点38块钱 一倍的股价 底下是日期 3月4号38块钱 那么在4月份 我们找到4月份 那么4月份 4月21号 我们看一下 4月21号就回到了疫情前的38块钱 4月20号就回去了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刚刚的一个数据 就能够提前判断出来 那么这些公司的股价上涨 背后是有低等面做支撑的 如果我们说传统的限价零售业 以及传统的地产 商业地产 包括我的老板 我的老师 麦克 对吧 推荐的这些商业地产 我认为呢 短期内 它的复苏情况不会很好 没有电商行业好 因为电商是非常直观的 我们能够每个月都通过 及时的数据 反映出来 它股价是否是有实际上的一个支撑 所以说呢 在这段时间 我们就能够预判出来 至少一倍呢 这个股价是要恢复到疫情之前 因为它疫情前 本来能一年 一个月赚 100万澳币 那么在疫情之后 在4月份 我们看到它恢复的时候 那么它也能赚100万澳币 所以说呢 它是没有损失的 它的盈利能力是恢复了 那么加上之后呢 其他行业 没有恢复盈利能力 像Sly Center Webjet 现在都没有任何旅游业可以谈 结果它们的股价上涨了多少 30% 50% 对不对 那一倍是恢复了盈利能力 那么在此基础上 我给它再一个上涨50% 是不是就回到了50块钱 所以说呢 我们在25块钱的时候 上涨到50块钱 翻一倍 对一倍的一个合理估值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么来的 再强调一下 疫情没有恢复之前的 盈利能力的一些公司 像Fly Center Webjet Quantus 这种公司 那么现在的股价上涨了50% 对不对 那么像Ebay这种恢复了 盈利能力的公司 那么至少要翻一倍 所以说呢 这就是目前资本市场 对合理估值 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非常公平 非常透明的 但是呢 很多咱们平时聊天啊 说为什么疫情没有缓和 没有缓解 经济没有恢复 那么股价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了 你看Ebay创出历史新高了 涨到50块 涨了多猛 不是因为没有恢复 而是恢复了 我们没有看到 它就在网页上 就在这里 已经恢复了 那我们没有看到 那么目前呢 Ebay在澳大利亚网站排行榜 是排在第七名 这个呢 是浏览量 当然排在第一的 肯定是谷歌 所以说呢 电商类 我认为呢 Ebay在澳洲做的 应该是最好的 那么全球排名是425 这是Ebay在澳洲站 那么Ebay呢 还有美国站啊 给大家看一下 美国站的情况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其实是没看的 所以说呢 都是跟着大家现场动手 那么我们看一下 美国站的一个情况 美国呢 是美国Ebay站呢 在全球排26名 在美国排第十 在电商领域排第二 电商领域第二 第一肯定是亚马逊 那么在同样是 12月份是 8亿5500万的浏览量 到了2月份呢 是7亿5400万 那么从8亿5 跌到了7亿4 那么跌了多少呢 跌了15%到20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从股价上看啊 那么从35块钱 36块钱的一个价格 38块钱的价格 跌15%到20% 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它的浏览人数 下降了这么多 对不对 你跌20%的话 跌了7块钱 36块钱 减7块钱是多少 30左右 对不对 29 差不多就是29 所以说呢什么时候可以买入 在29块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买入了 就是在29块钱左右 那么我们看到的 在3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恢复了 对不对 2月份是746 3月份的时候 是7亿7300万人口 那么增加了 开始恢复了 所以在3月份 就是最好的一个买入时机 3月份 那我们看一下 3月份是不是 最好的买入时机 那么3月份 也要达了29块钱 对吧 3月18号是29块 一毛七 那么在3月20号 这天呢 是跌破了29块钱 最低价值跌了27块钱 那如果是我们要 在29块钱以下买入的话 那么今天 就是最好的 那么市场已经告诉我们了 刚刚市场已经告诉我们了 说 3月份已经恢复了 对不对 3月份已经恢复了 那么我们就在3月份 找一个买点 那么最好的买点 刚刚我们也计算出来 就是跌20%左右 又就是20%的 是29块钱 就是在29块钱以下买入 那么到现在的话 那么我们拿到 30 40 50左右 是比较有优势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对电商的一个 就是说怎么去买电商类的股票 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判断能力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Kogan Kogan这家公司呢 简直是神啊 特别神奇啊 它的股价呢 已经是创出 也是创出历史性高 那么同样的啊 那么所有电商行业呢 基本上在1月2月3月的这个浏览人数 浏览网站的人数 基本都是持平类似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不过多看啊 它也是一个微型的反转 那么在5月份 又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滑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4月和5月的 报复性 澳洲报复性的一个消费 已经结束了 现在呢 就是消失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大家对美国股市 比对澳洲股市看得好啊 这里就非常明显啊 这个呢 是一倍美国债 我们看一下 4月份是867 5月份是914 那么8亿多人口涨到9亿多人口 也就是说 美国呢 在4月份 这个购买人数是上涨的 消费人数是上涨 5月份又是上涨 并且呢 创出历史新高了 所以说呢 美国纳斯达克 创历史新高 是有道理的 因为电商网站就告诉我们了 它就是创历史新高了 这个购买人数 已经比12月还要高 那我们看澳洲什么情况 澳洲在4月份呢 是10 Million 是1000万人口 那么到5月份 竟然下跌了 那么JBHIFI的 13Million 11.98Million 5月份也是下跌了 所以说呢 澳洲的股市 无法创出历史新高 是有道理的 那么12月 我们也看到了 17个Million 到现在呢 还是下跌40%的 所以呢 这就是美国市场 和澳洲市场 为什么美国能够 创出历史新高 是因为基本面 是有支持的 不是没有支持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明确的是 只不过是 我们没有看到 这些基本面的一些利好 而很多人是看到了 机构是看到了 哇塞 今天人好多啊 135个人 非常感谢大家 我先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怎么看来着 这个 找到了 那么很多人说啊 这个美元体系 有什么看法 美元体系 还稳定吗 当然稳定了 虽然呢 短期内啊 因为美国政治的不稳定 我也在广播里多次提到了 短期内呢 这两三个星期呢 美国股市会一直在涨 但是美元会一直跌 这就是国内资本和海外资本 对美国市场的分歧 那么海外资本呢 像澳洲的资本 看到美国这么乱 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 跑路 对不对 那么中国的资本 看到美国这么乱 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要落井下石 我要抛售美国的美债 所以呢 在美澳中国 带头抛售美债之后呢 美元就会引发 新一轮的抛售 所以我们看到的目前情况 就是这样 海外资金呢 或者国际资本 在撤出美国 回到本土 因为像澳洲 澳洲目前的很多公司呢 相比于美国的估值 是稍微偏低一点的 所以说呢 大家就回流了 那么长期看的话 美元还是最强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像我今天不给大家讲 这个电商 不给大家讲 这个网页的浏览人数 大家根本就看不到 美国其实是 真正基本面 是优于澳洲的 并且呢 已经创出利润性高了 消费能力和消费人群 这个人数 所以呢 未来呢 我们看到资本 在恐慌的撤离之后 依旧还会选择一个 最佳投资的环境 那么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七八月了 这个月可能是不太有戏了 那么现在呢 澳元对美元 和澳元对美元 已经涨得很高 但是呢 也我觉得也不会暴跌 因为短期内啊 它暴跌是需要 美元有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而美国呢 政治经济和央行 三个要素 都不具备支撑美元 目前的价格 政治现在不稳定 经济现在呢 是一个衰退 对吧 那么央行呢 美国印的钱 比澳洲政府印的钱多 所以说当然是澳元强了 那么之后 如果是政治稳定了 啊 就是这波混乱结束了 或者特朗普又连任了 或者是另外的人 有连任的可能性更高 那么美元都会稳定 那么经济方面 现在正在复苏 那么央行呢 如果一旦啊 美联储不是鸽派 而是鹰派 只要一转变 美元马上变强 速度会非常快 然后有人问 房贷压力不适以后 自2016年以来 一直在 投资房对银行 房屋中介 房屋管理 还是有贡献的 啊 这个是的 就是说任何行业啊 对一部分群体 肯定是有利的 但是呢 对整个社会财富的 创造力的一个贡献 我们认为这个社会的未来 是科技的未来 科技是低生产力嘛 如果所有人 只要有钱就投房 不做任何的开发 不做任何的研究 我认为社会就停滞不前了 对不对 我们光有这些账面上的财富 是不够的 就是说要有责任感 这是我觉得需要去 做的一个事情 呃 那现在怎么选呢 都已经涨得太高了 啊 应该是美国股市涨得比澳洲高 那么怎么选呢 其实呢 我认为啊 就是选刚刚我说的 同行业里面 还是被低估的 像阿里巴巴同学 阿里巴巴呢 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了 那么 给大家看一下股价 相比于一倍呢 已经是从25块钱 翻了一倍到50块钱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 A A M A ZO 好 这个是亚马逊的股价 亚马逊的股价呢 在三月份呢 是1600块钱 现在呢 是2600块钱 涨得非常恐怖 亚马逊呢 未来我认为还是有上涨空间的啊 但是呢 有点太夸张了 在2017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啊 就是当时亚马逊才600块钱 我就认为 他未来一定要破1000 没想到现在破2000 都2600了 真的是太恐怖了 亚马逊是人类的一个奇迹啊 包括那个发射火箭上天的 我都认为是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 我们看一下 他从18年呢 基本上都是稳定在1000到1800左右的一个震荡区间 那么到了今年的疫情结束之后啊 马上跳涨到了2000多 太恐怖了 真的是 我们无法想象这种上涨的一个速度 这种股市啊 这个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啊 那么现在这么高呢 我认为大家就不太需要去追涨了 我们就找和亚马逊类似的 那么他从1600涨到2600 虽然没有翻倍啊 但是也是涨了50% 那么还有谷歌啊 谷歌呢 因为它不是电商 对不对 它本身的电商领域的一个消费力呢 它的这个复苏情况呢 比较差啊 它跟它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它呢 就没有创历史性高 这个呢 是谷歌 也在过去啊 18年的时候呢 我的那篇报道呢 就写了这个亚马逊未来呢 跟谷歌比啊 肯定是要比谷歌要高一倍以上的估值 那么当时两个人的价格是一样的啊 甚至呢 谷歌好像是先到了900美金 亚马逊后到了900美金 然后呢 在1000美金是亚马逊先突破之后 一路开始上涨领先谷歌 那么谷歌呢 目前是1400 而亚马逊呢 是2600啊 基本上接近一倍了 那么未来呢 我认为它可能会到2800啊 就是完全高过一倍的一个估值 这个呢是我对它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预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完亚马逊和这个一倍啊 这个是亚马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呢 是为目前唯一是非常值得去买入的 原因很简单 大家一看图形就知道了 那么在疫情前呢 阿里巴巴的股价最高点呢 是220块钱 那么是 哎不对 这个是 在这里 1月15号 阿那么2月10 2月份呢 是223块钱 2月份是223块钱 223 那么到3月份呢 是170块钱 阿三月中是170 那么现在是230 220 223 阿差不多是170涨50块 涨50 这是 只上涨了30%啊 所以说呢 相比于其他科技类的电商类的公司啊 一倍是三倍了 对不对 亚马逊是涨了50% 而阿里巴巴只涨了30% 这是不科学的 非常不科学 并且呢 阿里巴巴 它的盈利能力 刚刚也讲过了 是比亚马逊要高的 结果估值给的低了一倍 到目前来讲的话 低的已经不止一倍了 所以呢 阿里巴巴是中国的一个未来 是可技术的一个未来 并且呢 未来呢 中国政府背后 也会继续加大 对阿里巴巴集团的一个支持 对它的基本面 大家只要知道 就是云技术 现在是赚钱的 而阿里云是非常强势的 阿里云是什么东西呢 阿里巴巴 年的这个一种年财产 到2020年3月份 一整个财年的销售额 出错了1万亿美金 那么加上现在 地产经济 对阿里巴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阿里云 给大家 简单的科普一下 阿里云和亚马逊 有比较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人 2018年 阿里云的市场 已经超过了亚马逊 这个呢 是最赚钱的 目前的盈利能力呢 大概是30%到50% 那么具体的这个 细节啊 我就不介绍 大家知道几个大玩家 就是就行了 几个玩家呢 是阿里 华为 腾讯 这是中国的三家 美国呢 是谷歌 微软 微软和亚马逊 就是3V3 PK 现在 那么对未来来讲 科技领域啊 计算机领域的 也说技术 核心技术的争夺 端口 就是云端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这六家里面 来寻找未来 那么这六家里面 比较中庸啊 中规中矩的是 微软啊 就是我们电脑 微软 它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 但是呢 也不会亏太多钱 比较激进的是谁呢 比较激进的是 阿里 华为 和亚马逊 这三家 那么腾讯呢 一直是 它的口号 我觉得一直是排第二啊 就说我甘愿做第二 去学习啊 这样成本低 风险小 但是阿里和华为呢 是大步迈进 那么华为 我们买不了它的股票啊 所以说呢 最终中国股票 我们只剩下阿里 那么海外股票 剩下的是亚马逊 但是亚马逊的价格 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商领域呢 阿里和亚马逊 本身是有 自己可以每天 创造出巨大现金流的 我们找的就是这种公司啊 能有现金流支撑的 每天都有钱赚 不管是疫情好 还是换 它没有影响 其实大家照常去 买上网买东西 对不对 线下的消费降低了 线上的就转到线上了 所以说呢 未来阿里的价格 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这个呢 是阿里圈 阿里集团的旗下 还有很多公司啊 那么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阿里巴巴有多少公司啊 这个大家自己简单上网 搜一下就知道了 像蚂蚁金服啊 像饿了吗 像这个中国的最大的 这个快递公司啊 是都是阿里巴巴的 阿里巴巴未来呢 还要分拆上市很多公司啊 所以说呢阿里巴巴阿里云 快鸟网络这些呢 啊 还有高德地图啊 这些都是它 或者是控股的一些公司啊 所以说呢 前景非常不爽啊 大家知道了 了解了就行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简单的看一下 后面有没有什么介绍的啊 这些信息都给大家说了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老的交易者了 那么未来的一个走势呢 我认为房产方面啊 啊 公寓是控制率还会继续上升 那么中澳关系现在这么紧张 大家天天看清闻 那么House呢 就是投机类的买家是下降的啊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呃 大家现金手里不足 现金不足的一个情况下呢 银行也没有钱 澳元这么高 对银行是不利的 银行呢 是需要再通过美元去融资的 所以说银行现在呢 如果只在澳洲融资的话 它是不划算的啊 或者融资的金额比较小 只有用美元融资是比较多的 那美国如果是一直在贬值的话 它其实呢 融来的钱对它来讲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说呢 银行钱越来越少 那么生意方面也不好啊 上班的话大家也没钱赚 也不加工资啊 你看我们天天加班 晚上这么晚给大家去 做一个分享和沟通 也没有加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呢是澳元对人民币 澳元对人民币人民币长期贬值 大家肯定是知道的 就说在四块几啊 四块五四块六以下啊 大家随便买 大胆买大胆换 那么在五块五以上 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固执空间 五块五是比较正常的 现在还有10%的空间 因为长期看的话 中国人民币印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未来双轨制 大家都心里非常清楚 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国外双 两条腿子路 国内呢就是严格管制 国外呢就是一路开绿灯 对国外的一些非洲国家啊 我用人民币结算啊 我给你贷款不要利息 用美元给你贷款 我就要利息 对可以这么谈 所以说他必须要用人民币来结算 比方说跟这个俄罗斯买石油 我用美元跟你结算的话 我给你40块钱净价 我用人民币跟你结算 我50块钱买你的石油 我多给你钱 那他肯定就用人民币了 但这种通过利益换来的 我认为可能是短 需要时间的积累啊 需要时间积累 就比方说我杂钱啊 我现在喜欢一个富二代 喜欢一个姑娘 然后对吧 姑娘对他没什么感觉啊 语言又不通 但是呢这个富二代 一直杂钱 把这个姑娘杂的 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呢 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 不行杂钱的这个行为啊 说不出来好坏 但是对老百姓来讲的话 我们的这个 对国内未来是数字货币化 那么所有的资金的转移和结算 都要收购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业的监管 那大家的钱 基本上出来就很困难了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在5月28号买入的 未来汽车 那么4块钱的时候买入 大家看一下今天 昨天是7块钱 那么在6块钱多了 我就基本上走掉了 那么也是比较精准的一次判断 4块钱啊 底下是我买了什么 3000股3000股2000股3000股3000股3000股1000股1000股1000股 就买了挺多的 4块钱买的 然后呢 到6百多 慢慢就抛掉了 差不多是50%到60的一个回报啊 到现在的是两个星期不到 十几天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呢 就是机会总是有的 在这种时间段里面啊 只要是我们能够抓住 一到两个比较靠谱的股票 一定要把视野放开啊 像我刚刚推荐的都 除了那个Kogan啊 除了Kogan是澳洲的 那么都是美国的 所以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啊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啊 已经是从300多涨到1000多 刚刚我说我买的是未来7个啊 就是这个 那么从4块钱啊 最低是跌到2块钱 但2块钱 2块钱我没有买 如果从2块钱算到7块的话 是翻了3倍 3.5倍啊 只有美国股市才能有这样大的一个涨幅 但是现在呢 因为它价格已经是比较偏高了 我就不建议大家追涨了 就告诉大家 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视野一定要宽广一点 不要总盯着澳洲 澳洲才2000万人 我所有做生意的朋友 现在都已经不做澳洲生意了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鸡肋 2000万人口 1000万的消费群体 你做什么生意能赚钱 但是呢 像他们做亚马逊也好 做电商 做国的这些贸易 那么做英国欧洲市场 那么是几个亿的人口 那么做美国市场 是几个亿的人口 对吧 那么是澳洲消费力的 15倍到20倍 同样的产品在澳洲呢 可能一年啊 比方说卖1000件就不错了 在美国的一年呢 是十几万件 二十几万件的卖 那么如果大的卖家呢 像我那些做开工厂 他们做这个大卖家 在美国呢 一年的这个营业额 一个产品可能都是啊 几个亿人民币的一个额度 那么开发十个产品 就是几十亿的一个销售额 那么在澳洲来讲的话 澳洲咱们实在是太小 你说股票怎么涨 这么一点的体量 怎么涨 涨不上去啊 因为玩家太少了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杯子太小了 装不了太多水 而美国呢 就是一个大的 流动性的一个大的浴池 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去 把视野一定要放开 那么我推荐一个 做空的股票 刚刚说了 这个美国很多是看涨的 像这个Pay 是大龙的 为什么澳洲的 Aft Pay能涨这么高呢 Aft Pay是什么 先买后付 对不对 它本身呢 就是个资金盘 做的是银行业务 其实呢 是科技IT 互联网 加上现价的这个商银售 它是 它其实跟PayPal 做的是类似的 但是呢 没有PayPal 那么有优势 因为呢 啊 你跟电商沟通 或者是 跟电商沟通也好 Aft Pay呢 最终都是要购买的时候 购买了 我才能有钱赚 并且购买最好 它是压商家的资金 对不对 比方说 Aft Pay和Mayer合作 那么大家去Mayer消费 用Aft Pay消费了 那么 借款 这个钱呢 其实是货款 那么 Aft Pay就把货款给压下来了 长此以往呢 每天压在Aft Pay手里的货盘 可能有几十亿奥币 对吧 那Aft Pay可以拿着这几十亿奥币 去做个理财 炒炒外汇 炒炒股 对不对 说不定一天运行好 赚了个百分之 举个例子 所以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手里握着大量的一个现金 包括中国的支付宝 那么多现金 他们只要抽成 每天抽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那么足够他一年几百亿的一个收入 对于PayPal来讲 也是这样的 PayPal呢 我们很多老外 或者是华人 手里都有PayPal 类似于支付宝 那么我们在PayPal里的钱 多则十万 三百万 少则几千 几百块 那么这些钱沉淀下来之后 PayPal拿来做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PayPal放在银行里面 至少他能拿利息啊 但是我们是拿不到利息的 什么时候PayPal给过我们利息 没有 对不对 一年百分之二点几的一个利息 也是钱呢 百分之一点几的利息 那也不少啊 因为他利润很大 所以说呢 对于一家公司来讲呢 它的股价上涨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我要推荐他做空呢 在所有美国股票里面 我们知道的基本面 马上要发生变化的 就是这一支股票 为什么发生变化呢 那么PayPal这支股票呢 它最大的应用场景 是来自于Ebay 也就是说 电商领域来讲的话 亚马逊收款 是亚马逊 就是大家 在亚马逊上 买了东西之后呢 钱是放在亚马逊平台上面的 大家在淘宝上买东西 用的是支付宝 钱是放在支付宝里面的 那么Ebay上买东西 大家用的是PayPal 钱是放在PayPal里面的 那么商家收到的钱 也是放在PayPal里面的 所以说呢 PayPal相对于Ebay 就等同于支付宝和淘宝的关系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在下半年 淘宝要把这个支付宝给踢出去 淘宝要成立自己的支付公司 也就是说 所有的商家和买家 最终就是直接用淘宝 自己的支付系统 而不再通过支付宝 那么澳洲和美国这边PayPal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下半年的话 Ebay将会把PayPal脱离公司的业务 那么会成立独立的金融交付支付业务 所以呢 PayPal在未来下半年 很快将会失去至少三分之一的市场 那么一旦一只股票失去三分之一的市场 那么它的股价至少要跌30% 所以说呢 现在是160块 如果美股开始下调 或者是有小幅度的横盘 那么一旦公布消息之后 那么我认为PayPal呢 至少从160要跌到130 也就是说中间有个缺口 缺口是有可能跌平的 就是在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这里有缺口的 那么这个缺口呢 上面是138 下边呢 是128 那么跌到138的债率 非常高 如果到这儿能跌破的话 下一个目标是128 那么如果对于美股啊 大家比较恐高的话 手里呢 也有不想卖掉的美国股票 那么做空的话 来通过做空 对冲空险的话 这只股票呢 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如果是大家手里什么股票都没有 也没有看涨美股的话 那我认为大家就要观望一下 因为美国股票的惯性上涨 现在还没有结束 昨天呢 只是一个小福的回头 那么这个呢 就是PayPal给大家的一个机会啊 就是基本面马上要发生变化 很多人不知道啊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这样啊 这里我们随时都能看到 它的一个购买数的变化 就是我们不需要等到财报出来 我们就相当于 我们是它公司里面的员工 那我现在非常好奇 阿里巴巴是什么员工 我看一眼 阿里巴巴的变化 我们看到了 阿里巴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阿里巴巴啊 因为是对这个 零售啦 对零 Wholesale 它不是票 它是Wholesale 我们看到对实际经济 这个非常直观啊 那么在12月的时候呢 是5600万 那么到这个2月份的时候 是2900万 这个下降幅度非常大 我们刚刚说Ebay下降了20%啊 这个是下降了50%啊 阶级 40%多 所以说呢 对实体行业和零售行业的一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它对于个体的 像Ebay亚马逊上面的都是个体 对不对 像这个iFi啊 我们都是一家零售 然后个体去买东西 但是1688 阿里巴巴这个呢 是对商家的一个影响 我们看到现在商家应该是减少了至少40%以上 所以呢 到现在也没有恢复过来 啊 我认为这个现象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就是说实体行业目前的警惕度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乐观 那并且呢 在4月份的时候 大部分国际和地区的一个爆发性的消费啊 包括尤其是中国和澳洲的已经结束了啊 5月份已经开始下滑了 所以说未来中国和澳洲的经济交费经济领域 我认为不容乐观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简单的数据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么再简单的解答给大家的问题 啊 TWE我是比较好的 我是挂在10块多一点点的价格 那么今天就到10块钱 TWE TWE是红酒啊 啊 为什么这个 呃 叫 这个香港首富买了红酒 就是因为他对酒的一个长期看好 红酒和白酒比较类似啊 是能第一 能储存 不会坏 第二呢 啊 他是有收藏 储藏 以及升值空间的 啊 这样的产品就非常好了 那么耐克公司也是我一直 一直看好的耐克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耐克的球鞋啊 可以炒作 他本身的产品呢 都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那么这样的公司就非常好啊 比方说他出来一款球鞋 那么这个球鞋啊 突然涨到几个美金 那他出啊 这个生产了一万双 那就是一万乘以一万美金 那就是一个亿美金 那么红酒也是这样 特别如果是奔赴旗下 有一款红酒啊 拍卖 假设拿出来拍卖 结果拍卖了出了 变成了十万块钱 啊 如果是有十瓶 那就是多少 一百万 对不对 所以他的财富可以这么增加 那么 虽然现在受到周万物关系的一个影响啊 啊 我认为这个是长期看啊 放在两到三点一个长期看的话 不管机器好不好 大家开不开心 这点酒啊 所以这几个钢曲 对于老外来讲 它是一个习惯 那么对中国来讲的话 本来 卖的酒 大部分都是假酒 你说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耐克的公司股票啊 基本上也是分贝了 所以说呢 借此来看一下 一样类型模式啊 行业不一样 我认为呢 应该也是啊 要至少是要跑到十九块钱的 现在才十块钱 我是挂在十块钱 所以呢 基本上是前期那个横盘的地点 大家看很明显 九块六跌不下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股票没有太大问题 石油和黄金的走势 石油的话 因为我最近不太碰啊 我认为它是 我已经受伤了 就是说 亏了比较多 所以看到了脑袋疼 难受 就是受伤了 就不是很想碰 石油的话 现在我们有一个叫UOILF 这个比较复杂 它其实是期货啊 我们上线的期货 期货是持仓成本的 这个是没有持仓成本的 那么唯一的变化呢 就是会展期 但是好处是 在每一次展期之前呢 大家呢 每天是没有任何仓期的 也没有任何储藏成本 那么下一次展期呢 是6月29号 这个是英国UO 那么美国UO是在6月17号 也就是说 从今天大家交易 一直持仓 6月17号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那么在6月17号 变合约 变成6月18号的 这个之后呢 会有一个叫展期费 有可能是赚 有可能是赔 一定有可能是赚一点 有可能是赔一点 那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没有持仓成本的石油 黄金近期的走势 基本上到一千期以下 就可以买啊 我是这么觉得 一千期以下可以买 因为世界是不稳定的 就是说商增那个理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什么叫商增 美股对澳洲的影响 美股大跌对澳洲 肯定是有影响的 并且影响还挺大 你看今天澳洲不就跌了吗 那么晚上呢 美股如果是继续下行的话 明天澳洲股市还是要回调的 但幅度会小很多 如果美股跌3% 2% 澳洲明年可能跌1% 并且呢 银行股今天已经适当了 下跌了 是这样的 澳洲目前呢 买入澳洲的反护人数 并不太多了 就是说我们家呢 没有很复杂 但是美国不一样 美国呢 在四五六月 三四五六月 新增的开户人数呢 大概是两千多万 比如说这两千万 都是散户 两千多万人的散户 它的价格波动 就会很疯狂 那么跟过去呢 就会比较激进 就是房会一直涨 然后冲冲冲 然后跌可能也会跌跌跌跌 所以说 这个变化和浮动 会比以前要大 金融业房地产 岂不是都不如 制造业对社会有贡献 那资本市场的从业人员 情和以堪啊 这一点倒是与狼先平一致 是的 金融业其实做的 就是一个资源的调配 就是说 把钱从不需要的人手里 去转到需要的人手里 或者是从没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手里 转移到对资金 有使用能力更强的人手里 所以说呢 就是产生了借贷嘛 就是存款 咱们普通人把钱存在银行里 银行拿着咱们存款去存贷 所以说呢 金融是这样的 如果是真正的金融业是怎么样的 它应该是严格的审核 每一家企业的融资 并且呢 针对企业的融资 产生一定的指导前瞻性的职业 因为银行业它接触的行业很广 那么设计的公司也非常多 就像我们一样 为什么我们说专业呢 就会强一些 因为我们认识的人多 大家都是我们客户 像今天晚上就15060个人听 那么15060个人 经常会跟我们交流 他们有非常有能力的 也有亏钱很多的 那我们总结经验之后 分享给每一个人 那么金融业银行业就应该这样 就应该告诉房地产 或者是告诉来贷款的一些制造业 那么你今天来我这 不仅仅是办贷款 我会给你一份投资报告 我会给你一个行业报告 那么这些行业报告 是来自于同样 你这个行业在我银行里 这一贷款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金融业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银行业 金融业在做什么呢 他们什么都不做 他们是不作为的 他们就是评估 你有没有抵押 这个是白痴都会做的事情 怎么能让一个金融 学了这么多年金融同业的人 去做这样简单白痴一个事情呢 那你有一百万价值的房子 你抵押过来 贷款五十万 那谁都会做 真正的金融业做的是 就是你现在 你是有一个 半成品 或者是你是一个制造业 你现在需要买一台设备 但是呢 一工厂里面的钱 没有这么多 那你怎么做 没有这么多钱做抵押 那么金融行业 就应该对它这个行业 做出一块 假设这个行业 是一个朝阳产业 那么大家认为呢 这个行业 未来的利润率非常高 现在的竞争环境 也比较好一些 因为银行都掌握这些数据 假设这个市场的需求 那么整个市场规模 是十个亿 那么现在呢 只有两家企业在做 那其中一家企业没钱 也没有洋物 那我完全就可以带钱给他 因为他现在是少数参与者 所以说呢 这种业应该利用信息优势 以及资源调配的优势 对产业进行一个分配和整合 而不是做一个傻瓜式的 你有多少钱 你有100万 我带给你50万 这种情何以堪 是不是 我认为他们就应该 赶紧回去读小学 小学都没读好 就去做银行 Kogan的评写是K-O-J-A-N K-O-J-A-N Ebay更换支付方式的相关信息 能给个吗 搜不到 这个当然给不了 这个是内部的 因为我很多做电商的朋友 他们因为是大卖家 所以说呢 因为大卖家支付方式 更换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涉及一些ID认证 对吧 你向公司申报等等的 一些税务曝关的等等的问题 所以说Ebay会对大卖家 提前给出这些信息 让他们提前做出准备 那么现在购入 Kogan和Ebay还来得及吗 Kogan和Ebay 你看Kogan已经是涨了 从三块钱涨到多少了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新经济涨的 其实呢 不一定只有 阿斯佩这种公司啊 如果是我们 能够找到好的公司 像这种涨了四倍的公司 也不错 Kogan是涨了四倍 从这个三块五涨到了13块7 今天最高是到了14块 这图形有点卡 好了 大家看一下从四块钱 多涨到了14块 差不多是三到四倍 所以说呢 大家把它们放在watch list里面 就是放在这个收藏夹里啊 那么持续关注它 如果某一天啊 就突然跌了 那我们就要起场 现在你看这个线走的 说实话 谁也认谁都不敢买了 但是呢 美国类的股票 Kogan你看 澳洲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能创新高 创这么高 那么就证明啊 阿里巴巴其实我觉得 比Ebay要好啊 所以说呢 还是可以 BHP前景能如何 BHP的话 就实在是没得买了 你可以买 只要是像我这种啊 我连未来汽车我都敢买 所以说我是不会买BHP的 我们追求的是啊 每个股票有个 20%到30%一个回报 那如果我们做 在资金分配上 像我也会有银行股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一个防守嘛 在我没有更好 投资标的的时候 我会买入BHP 会买入银行股 但是呢 一旦当我发现了目标 我发现了 比方说我开机车 发现了这个Ebay 发现了Kogan 发现了阿里巴巴 那我马上 我就会把所有的资金 调过来 重仓持有阿里巴巴 就是这样 一旦发现机会 澳纽可以继续买吗 澳纽现在啊 是一个区间震荡 那么澳纽 今年是最高 到了1.088附近啊 基本上已经到顶了 现在呢 碰到1.088之后 开始回落 那么这个产品呢 今年我们最高的 这个客户啊 可能赚了 也不是很多啊 赚了几十万 不到一百万 因为这个 大家在三月份时候 都比较恐慌吧 跌到了一 只不过呢 他也是一个 佛系投资者啊 所以说呢 拿的也比较多 那么风险也比较低 可能也是发了 三到四倍资金 所以说呢 这个产品啊 也能关注 那么现在的价格 1.067呢 是啊 很明显是可上可下呀 所以说不要做 那么当到1.08的时候 我们的多单离场 1.08以上呢 是以做空为主 1.06以下 1.05以下呢 是以做多为主 那么在1.06 1.07 这种位置呢 就不要碰它 因为可上可下 Aft Pay可以做空了 Aft Pay的话 机构比较猛啊 Aft Pay我一直不敢碰它 做空它 我觉得不如做空PayPal 因为它PayPal 都是金融类公司 都是金融类公司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 PayPal呢 是有一个利空未来 在未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关注它 那么在某一个时间段 对它做空 Aft Pay现在这个价格 可以入吗 其实长线的话 我觉得无所谓 这个价格是可以入的 但是如果是短线的话 因为现在这两天 美股回调的概率 还挺大的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挂单 比方说挂个跌 10%左右 但也有可能买不进去 像TWE TWE我就没买进去 我挂了10块钱 当时呢 10块05毛 我就没舍得买 就是删除那几毛钱 结果涨到11块多 所以呢 有的时候啊 我们规定 就是说 一定要抓那几分钱 几毛钱 主要是看这些公司呢 在中长期 我们值不值得持有 就是 阿里巴巴这只股票的好处啊 是我们现在买了 我们能睡得着觉 对不对 它跌到200块钱 跌到180块钱 我们照样能睡得着觉 因为我们知道 阿里巴巴呢 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它不仅有政治背景 还有全球最大的市场 就是在中国 另外呢 它在海外做的也不错 速卖通业 我已经是做到了 俄罗斯做到了非洲 做到了美国 N型指标 在MT5中可以设置吗 MT5中的设置呢 大家是可以在 网上下载啊 什么指标都可以找 甚至可以找人定做 只要你能想得出来 都会有专业的人 帮我们做出来 甚至淘宝就可以啊 花个50块 100块人民币 那么我们就能把 所有的MT5的指标 都做出来 ZIP 还有上涨空间吗 值得追中长线追进吗 我对这类小公司 不是很看好 科技公司 我买入的唯一的标准 就是两个啊 第一个是垄断 行业中垄断 像这个APS APS呢 我一直在推荐 就是说 20多就可以买 30多就可以卖 现在呢 我到了29块6啊 我是在30块钱左右 全抛了 那么 这个呢 就是APS 为什么它可以买呢 因为它是核心垄断 全欧洲 全世界 它都能排在前三 在数据处理 解AI人工智能里面 全世界它都能排上号 大欧洲是排在第一的 所以说它是核心技术垄断 第二呢 它是赚钱 每年能赚一个亿澳币 想问一下 ZIP能赚一个亿吗 ZIP赚不了 所以说呢 对这样的一个公司 我们给出了一个 股价上涨的预期呢 就是因为它未来有成长性 一定要变弃 如果一家科技公司 长期不能变弃键的话 当资本 如果是有人要用钱了 或者资本不想玩了 产生崩盘的情况 但是呢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就说如果是一家科技公司 有现金流的话 它会在不好的情况下 不停的去扩张 去收购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持续的生存下去 那么如果是小资金买这个的话 是没问题了 ZIP1P 但是如果是大资金的话 我认为就风险很高了 那么大资金还是要买稳重的 就是一定要核心技术 第二呢 就要资金流 现金流比较稳定 那么ZIP的竞争对手很多 除了银行 这个以及美国的一些 信用卡公司 还有澳洲本土的 AFP这些公司 都是竞争者 这个大家好多问题啊 那么最后一个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 Web是最低的 低价出手 还是在持仓等一等的 WEB WEB现在的价格比较尴尬 如果是 它其实是代表了一类公司 这一类公司呢 都是受影响 并且呢 很敏感 受疫情影响 很敏感的公司 像这个Flycenter 向前有人问啊 就是说 我不太建议 继续持有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 这个澳洲的疫情啊 恢复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其实 我们再看一个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呢 就是这个小十字星 十字星很重要 十字星意味着 资金出现了 明显的一个博弈 所以呢 在出现十字星之后啊 在就是前天 那么我们其实 又应该已经是离场了 那么今天的话 大家如果是 手里还有 不太多的话 我认为就没笔了 他可能还会跌一点啊 这个线走得很不好 你看底下的这个线 底下的这个MACD 一直在收啊 一直在收 马上就要形成死卡了 如果形成死卡之后 他就要下来了啊 线就这样下来了 那他的股价就这样下来了 就很麻烦啊 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的话 呃 他从最低点 两块二 反弹到四块六 差不多已经是翻倍了啊 那么有很多资金是回 回撤了 我认为 这样的速度就回撤 是很正常的 如果资金不多的话 我们可以留 但如果资金多的话 就果断一点 果断一点 不然的话 我们要等很久的 他当然能涨上去 因为未来肯定是涨的 但是第二波下跌的话 可能会比较难受 另外一个呢 资金始终是有使用价值的 好了 这就是我的观点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不一定对 所以说呢 我看还有问题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没办法给大家做解答了 其实呢 投资最关键的就是 找准其他人没有发现的点 我们其实呢 就是利用了一些信息优势 然后呢 跟着大势走 做好资金管理 不要太贪心就行 每天晚上要能睡 睡得着觉 睡好觉 这样的话 投资才是健康的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 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 我看刚刚很多客户啊 都是问了一些 我们平台不能做的股票 那么如果是 那大家 不是我们客户 没关系啊 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说 继续帮我们去推荐朋友 或分享我们的这些信息 希望大家多赚钱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澳洲股市和美国股市 不会有大跌 我认为 但是呢 小幅回调是有的 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百分之三百分五左右的一个底部 毕竟整个市场 最大的一个恐慌性暴跌 已经是在三月份结束了 我认为不太可能再暴跌 百分五十百分八十了 那样的话 全世界就破产了 对吧 政府也不用干了 全世界都动乱了 只要美国能 把动乱尽快结束 那么经济上很快就会恢复稳定 好了 祝大家晚安 谢谢员 谢谢员